这是巨型强袭机动装甲阿普萨拉斯三号 他的体型大的就像是一个外星人一般 随便射出一发射线 都是毁天灭地的级别 那天 夺得了外围赛第一名的私城战队外出旅游放松 晚上他们去入住当地的一个旅馆时 碰到了一个模型界的朋友真身 他夺得了另外一个赛区的第一名 也是过来旅游的 可很快就出事了 一辆急迟的小货车 竟直撞进了旅馆里面 差点还把林斯给撞到了 原来这并不是一次事故 而是黑恶势力以如此野蛮的手段 想要把这个旅馆从老板娘的手里收购下来 可老板娘却并不想屈服于长权拒绝了他们 眼见现场活药味浓烈就要打起来的时候 与男主一行人一起过来的拉尔上校出现了 原来他认识这个过来收房子的老大哥 这老大哥以前曾经参加过高达对战世界大赛 也是一名实力强劲的玩家 但尽管有朋友在现场 依然无法阻挡他要收购这里 见情况不容乐观 男主便站出来 想要通过高达对战的方式来决定这家旅馆的归属 曾经进入过世界大赛的老大哥 当然不怂 并且要求如果自己赢了就一分钱不花拿下旅馆 老板娘本是很担心的 但她的女儿相信两位顶级选手的实力 因此决定以这样的方式赌上一把 很快 他们就以两架高达对战一架的阵容 启动了对战 挑战这退役的顶级选手 他们刚刚出发 立马就检测到了危险 一束强大的射线直接穿透大楼 禁止朝他们的方向突击而来 这射线的威力极大无比 堪比小型原子弹 原来老大哥的机体是巨型强袭机动装甲阿普萨拉斯三号 对于他们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一般的存在 甚至还能够弹开射线的攻击 当轮到他散机的时候 推库拉朽都不足以形容其强大 面对如此猛烈的火力压制 整座城市瞬间变陷入火海 他们东躲西藏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为了尽早解决他们 老大哥又启动了降纹装置 他们的机体立马就开始结冰无法行动 紧接着就被捆绑装置给牢牢的套住 毫无招架之力 就在老板娘以为自己要失去这一栋旅馆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两人头顶的捆绑装置被瞬间粉碎 重新获得了自由 原来是朋友真身的机体 同样拥有粒子相关的操纵技术 所以便能够破解困局 很快他便展现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面对真身强有力的板击 老大哥也射出光鼠进行攻击 两股巨大的力量碰撞到一起 真身的射显威力更加巨大 直接冲破攻击射向老大哥的机体 让其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随后便轮到司成战队上去收割 对其完成最后的终结 终于他们成功赢下了这一场战斗 帮助老板娘保住了这家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